嘿,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标普英语 今天呢,我们学15个单词,15个口语 如果呢,可以的话 我希望呢,大家跟着我一起练习,一起读 好,中间呢,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会有这个练习的 如果你喜欢标普英语的话 请点赞,订阅,观看 更多视频,提高你的英文 那我们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学习吧 今天的第一个单词呢,是 fridge fridge 好,它呢,是冰箱的意思 好,fridge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fridge 冰箱 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教学书上学的这个单词呢 这个冰箱呢,都是refrigerator 好,冰箱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是fridge 它呢,就是一个简化的 好,它呢,就是一个简化的这个冰箱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it's in the fridge it's in the fridge 这个意思呢,就是它在冰箱里 好,就像这支 饮料在冰箱里面一样 好 但这里呢,it's in 就是它在里面 在什么里面? 在这个fridge里面 好,它在冰箱里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t's in the fridge it's in the fridge 在冰箱里 好,可能有人问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啊 你可以说 it's in the fridge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fries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薯条的意思 好,fries fries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fries fries 好,薯条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do you want fries? do you want fries?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你想要薯条吗? 在这里呢 do you want? 就是你想不想要的意思 好 在这里呢,fries 薯条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do you want fries? 你想要薯条吗? 好 好,可能去吃个饭什么的 好 可能要个薯条 好 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好 在这里面呢,我们的单词是 tomato sauce tomato sauce 好,这个呢,就是番茄酱的意思 好 在这里呢,tomato就是番茄的意思 然后呢,sauce 酱的意思 好 所以呢,两个组组一起 tomato sauce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tomato sauce tomato sauce 番茄酱 好 可能呢,在这里有人说我读音读的不准 但是呢,不是这样的 好 有人呢,听读这个是tomato 有人呢,读这个是tomato 好 那是英国的读法 英国的读法我不太熟悉 好 不过呢,人家是tomato那样读的 好 在美国呢,是tomato OK 所以呢,读音是正确的 好 在这个别的国家这个英语里面 可能这个音调就会有一点变的 好 然后呢,就是sauce 这样 所以呢,在这里 我们的句子是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你想要番茄酱吗 好,在这里呢,大家注意 番茄酱和我们这个听的这个ketchup 不一样,好 番茄酱是这样的 ketchup是那样的,好 这个才是番茄酱 好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这个句子来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你想要番茄酱吗 好 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o you like cheese do you like cheese 好,在这里面呢,我的单词是cheese cheese 起丝的意思好 cheese 奶酪好 cheese 奶酪起丝的意思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heese cheese 奶酪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问一个问题 do you like 就是你喜不喜欢的意思好 do you like cheese 你喜不喜欢 这个起丝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do you like cheese do you like cheese 你喜欢起丝吗 好,虽然呢,在这里我们的单词是cheese 但是呢,这个句子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do you like 非常的常用 问别人喜不喜欢什么 好 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thank you for the cake thank you for the cake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的单词是cake 蛋糕的意思好 cake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ake 蛋糕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thank you for the cake thank you for the cake 这个意思呢,就是谢谢你的蛋糕 在这里呢,thank you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好 谢谢你的意思好 for the cake 谢谢你的蛋糕 好,在这里呢,我们除了蛋糕之后还可以加别的单词好 别人给你什么,你可以呢,后面加什么好 非常好用的一个句型 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好,在这里呢,clean 干净的意思好 clean clean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lean clean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this place 就是这个地方好 is 是 super 超级 好,非常超级的意思 clean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 好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 如果呢,你想说我们的地方非常干净 你可以正常说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地方非常的干净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单词是 dirty dirty 脏的意思好 dirty 好,在这里呢,this place上个句子一样好 这个地方 is is to 太 dirty 脏的意思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this place is too dirty 好,你想说什么地方非常脏的话,你可以这样说好 好,this place is too dirty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have a nice holiday have a nice holiday have a nice holiday 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好的节日好 在这里呢,holiday holiday呢,是节日的意思 holiday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holiday holiday 节日的意思好 马上呢,也要过圣诞节了 好 后天就是圣诞节 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好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句子是 have a nice holiday holiday经常的有好 但是如果呢,你见你的这个客户或者同事的话好 看见人给人家说一个这个好 have a nice holiday 人家走的时候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have a nice holiday 好 have a nice holiday 有一个好的节日 好,祝你有一个好的节日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it's warm it's warm 好,在这里呢,我们单词是warm warm 暖和的意思好 warm warm 暖和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warm 暖和的意思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it's warm it's warm 这个意思呢,就是它是暖和的意思或者是真暖和的意思好 感觉什么东西暖和你可以说 it's warm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t's warm it's warm 很暖和暖和的意思好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it's chilly outside it's chilly outside 好,这个意思就是外面很冷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我们这个单词可能呢,很多的这个同学们都没有见过好 chilly呢,是冷的意思好 好,刚刚呢,我们有说这个单词warm,然后呢,现在就是冷的,它的反义词好 chilly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hilly chilly 冷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it's chilly outside it's chilly outside 外面很冷的意思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t's chilly outside it's chilly outside 外面很冷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id you get a gift did you get a gift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你得到礼物了吗 好,在这里呢,gift gift 礼物的意思好 gift gift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gift gift 好,在这里呢,我们整个句子是 did you get a gift did you get a gift 你得到礼物,你收到礼物了吗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did you get a gift did you get a gift 你得到礼物,你收到礼物了吗 好,在这里呢 除了这个,我们这个重要单词 这个句子也是非常非常常用好 在这里呢,不光可以问你得到什么什么了吗 在这里呢 你还可以问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你得到什么什么了吗 好,did you get 什么什么什么 非常常用的一个句型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I don't remember I don't remember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不记着的意思 好,在这里呢,我们重要单词是 remember remember 记着的意思好 remember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remember remember 记着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我们整个句子是 I don't remember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着 好,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 don't remember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着 好,如果呢,有什么东西你不记着的话 可以用这句话 可能有人问你 记不记得什么什么什么呀 你可以说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着 好,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句子 我可以告诉大家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o you want more do you want more 这个意思呢,就是你想要更多吗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单词是more more 更多的意思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more more 好,所以呢,这个整个句子是 do you want more 好,可能呢,吃什么东西好吃 然后你可以问 do you want more 你还想要更多的吗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这个句子来 do you want more do you want more 你想要更多吗 好,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好 do you want more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where do you wanna sit where do you wanna sit where do you wanna sit 你想坐在哪里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我们的单词是sit sit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sit sit 坐的意思好 然后呢,可能你去餐厅或者哪里 然后呢,可能问一下同伴 where do you wanna sit 你想坐在哪里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我们慢慢的好 where do you wanna sit where do you wanna sit 你想坐在哪里呀 好,在这里呢 where就是哪里的意思好 如果呢,人家一开头就问你where 或者你说where 就代表的是位置 就代表是哪里好 在这里呢,wanna wanna是想的意思好 where do you 你 or do you wanna sit 你想坐在哪里 fridge 好,它呢是冰箱的意思好 fridge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fridge 冰箱 一般呢,我们在这个教学书上学的这个单词呢 这个冰箱呢,都是refrigerator 好 冰箱 但是呢,在这里我们是fridge 它呢,就是一个简化的好 它呢,就是一个简化的这个冰箱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it's in the fridge it's in the fridge 这个意思呢,就是它在冰箱里好 就像这支饮料在冰箱里面一样好 在这里呢 it's in 就是它在里面 在什么里面 在这个fridge里面好 它在冰箱里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t's in the fridge it's in the fridge 在冰箱里 好,可能有人问你什么什么在哪里呀 你可以说it's in the fridge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词 fries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薯条的意思好 fries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fries 好,薯条 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do you want fries? do you want fries?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你想要薯条吗?好 在这里呢 do you want? 就是你想不想要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fries 薯条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do you want fries? do you want fries? 你想要薯条吗? 好,可能去吃个饭什么的好 可能要个薯条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的单词是 tomato sauce tomato sauce 好,这个呢,就是番茄酱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tomato就是番茄的意思 然后呢,sauce 酱的意思好 所以呢,两个读到一起 tomato sauce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tomato sauce tomato sauce 番茄酱 好,可能呢,在这里有人说我读音读的不准 但是呢,不是这样的 好 有人呢,听读这个是tomato 有人呢,读这个是tomato 好,那是英国的读法 英国的读法我不太熟悉好 不过呢,人家是tomato那样读的好 在美国呢,是tomato OK 所以呢,读音是正确的好 在这个别的国家这个英语里面 可能这个音调就会有一点变的好 然后呢,就是sauce 酱 所以呢,在这里 我们的句子是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你想要番茄酱吗? 好,在这里呢,大家注意 番茄酱和我们这个听的这个ketchup 不一样好 番茄酱是这样的 ketchup是那样的 好 这个才是番茄酱 好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这个句子来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do you want tomato sauce? 你想要番茄酱吗? 好 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o you like cheese? do you like cheese? 好 在这里面呢,我的单词是cheese cheese 起丝的意思好 cheese 奶酪好 cheese 奶酪起丝的意思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heese cheese 奶酪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问一个问题 do you like? 就是你喜不喜欢的意思好 do you like cheese? 你喜不喜欢 这个起丝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do you like cheese? do you like cheese? 你喜欢起丝吗? 好,虽然呢,在这里我们的单词是cheese 但是呢,这个句新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do you like? 非常的常用 问别人喜不喜欢什么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词 thank you for the cake thank you for the cake 好,在这里面呢,我们的单词是cake 蛋糕的意思好 cake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ake 蛋糕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thank you for the cake thank you for the cake 这个意思呢,就是谢谢你的蛋糕 在这里呢,thank you 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好 谢谢你的意思好 for the cake 谢谢你的蛋糕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thank you for the cake thank you for the cake 谢谢你的蛋糕 好,在这里呢,我们除了蛋糕之后 还可以加别的单词好 别人给你什么 你可以呢,后面加什么 好 非常好用的一个句型 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好,在这里呢,clean 干净的意思好 clean clean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lean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this place 就是这个地方好 is 是 super 超级 好,非常 超级的意思 clean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好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这个地方非常的干净 如果呢,你想说什么地方非常干净 你可以正常说 this place is super clean 地方非常的干净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单词是 di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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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的意思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好,你想说什么地方非常脏的话,你可以这样说好 this place is too dirty 地方太脏了 好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have a nice holiday have a nice holiday have a nice holiday 这个意思呢,就是有一个好的节日 好 在这里呢,holiday holiday呢,是节日的意思 holiday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holiday holiday 节日的意思 好,马上呢,也要过圣诞节了 好 后天就是圣诞节 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句子是 have a nice holiday holiday 经常的有 好 当然,如果你见你的这个客户或者同事的话 好 看见人给人家说一个这个 好,have a nice holiday 人家走的时候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have a nice holiday have a nice holiday 有一个好的节日 好 祝你有个好的节日 好 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it's warm it's warm 好 在这里呢,我们单词是 warm 暖和的意思好 warm warm 暖和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warm warm 暖和的意思 好,在这里呢,我们句子是 it's warm it's warm 这个意思呢,就是它是暖和的意思 或者是真暖和的意思好 感觉什么东西暖和,你可以说 it's warm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t's warm it's warm 很暖和,很暖和,暖和的意思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外面很冷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我们这个单词可能呢,很多的这个同学们都没有见过好 chili呢,是冷的意思好 刚刚呢,我们有说这个单词warm 然后呢,现在就是冷的,它的反义词好 chili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chili chili 冷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句子是 it's chilly outside it's chilly outside 外面很冷的意思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it's chilly outside it's chilly outside 外面很冷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id you get a gift? did you get a gift?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你得到礼物了吗? 好,在这里呢,gift gift,礼物的意思好 gift gift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gift gift 好,在这里呢,我们整个句子是 did you get a gift? did you get a gift? 你得到礼物,你收到礼物了吗?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did you get a gift? did you get a gift? 你得到礼物,你收到礼物了吗? 好,在这里呢,除了这个,我们这个重要单词 这个句子也是非常非常常用好 在这里呢,不光可以问你得到什么什么了吗? 在这里呢,你还可以问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你得到什么什么了吗? 好,did you get什么什么什么 非常常用的一个句型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好,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不记着的意思 好,在这里呢,我们重要单词是 remember 记着的意思好 remember 跟着一起读一下来 remember remember 记着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我们整个句子是 I don't remember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着 好,跟着一起读一下来 I don't remember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着 好,如果呢,有什么东西你不记着的话 可以用这句话 可能有人问你 记不记得什么什么什么呀 你可以说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着 好,非常非常常用的一个句子 我可以告诉大家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Do you want more? Do you want more? 这个意思呢,就是你想要更多吗? 好,在这里呢,我们的单词是more more 更多的意思 更多一起读一下来 more 好,所以呢,这个整个句子是 Do you want more? 好,可能呢,吃什么东西好吃 然后你可以问 Do you want more? 你还想要更多的吗?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这个句子来 Do you want more? Do you want more? 你想要更多吗? 好,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好,do you want more? 好,我们下一个单词和句子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你想坐在哪里的意思好 在这里呢,我们的单词是sit sit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sit sit 坐的意思好 然后呢,可能你去餐厅或者哪里 然后呢,可能问一下同伴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你想坐在哪里? 好 跟着我一起读一下来 我们慢慢的好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你想坐在哪里呀 好,在这里呢 Where就是哪里的意思好 如果呢,人家一开头就问你 Where 或者你说Where 就代表的是位置 就代表是哪里好 在这里呢 Wanna Wanna是想的意思好 Where do you 你 Where do you want to sit? 你想坐在哪里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最后单词和句子 如果呢,你喜欢标普英语的话 请点赞订阅观看更多视频 在视频最后呢 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学习 多多练习 学习更多的英文 除了更流利的英文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 拜拜